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陈昌平医师 在这冬天里面 大家就常常得到感冒 感冒是以前在冬天一个很大的疾病 医生诊所就很多人有流鼻涕、咳嗽 这样子在看病 那这三年来有新冠疫情 那更加重了这个可怕 开始的时候新冠疫情 因为它的杀伤力很大 造成了很多人有严重的疾病 很高兴的是新冠病毒它突变了 它到现在变成Omicron 那Omicron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传染力很高 但是没有严重的病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就解关了 所以现在大家都开始 已经很多人不戴口罩 参加大型集会 但是很多人就在被感染了 不过还好感染症状不严重 所以这时候什么最重要 就是免疫力 那我们的免疫力里面 有分为先天免疫跟后天免疫 那先天免疫的主角 就是自然杀手细胞 跟即死细胞 其中以自然杀手细胞最为重要 所以我们就研发出来一个场地 来提高免疫力 这里面有三个主要的成分 第一个成分就是免疫调节因子 那免疫调节因子 在我们动物实验上 已经证明了 它会增加自然杀手细胞 增加干扰素 那什么是干扰素呢 顾名思义 它就是干扰病毒的复制 那这个干扰素多的话 就可以抑制流感病毒 抑制新冠病毒 那这个在动物实验 得到很大的证明 并且得到两个国家的专利 第三个成分就是 我们的所谓姜黄 那姜黄就是咖喱 那咖喱它是用来做什么用 它是用来做煮饭用的 所以我们常常吃到咖喱饭 但是咖喱它有抗花炎 非常好的成果 并且它又能够 帮助癌症病人 在做化疗化疗的时候 改善他们的作用 同时它又有抗氧化的效果 更重要的 它能够有爆肝的效果 第三个成分就是 Ipico酵母菌 那Ipico酵母菌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在一百年前 在加拿大 发现他们的农场 牛 麻 不会生病 后来才发现说 这一支酵母菌 除了会改善肠道以外 最主要它对我们鼻腔的联盟的IgA会增加 同时又会增加自然杀手细胞 所以加拿大他们去做了临床事业 把它定义为 预防感冒的一个好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在感冒季节 吃了Ipico酵母菌 就可以减少感冒的发生 那万一这个人得到感冒 也可以提早四天恢复他的症状 所以这三种的结合 让我们的免疫力提高 那在临床上 我们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比如说这个人快要流鼻涕了 我们给他吃了就不流鼻涕 这个人在皮肤发痒的时候 使用之后也不痒了 所以在这寒冬的季节里面 我们大家一定要保护自己 提高免疫力 而这提高免疫力 可以靠着我们 夯医状里面的三个主要成分 免疫调节因子 增加自然杀索细胞 第二 姜黄 提高免疫力 提高抵抗物 第三 Ipico酵母菌 能够来增加我们的IGA 跟自然杀索细胞 是抑防感冒一个很好的 所以在这期间 好好使用这个抗疫状 能够让我们的身体 得到健康的保障 谢谢 谢谢